酒驾怎么处理? 酒后驾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,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有危险,对于路上行驶的车辆及行人也是非常危险的。 那么,酒驾该怎么处理呢?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, 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,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。 而醉酒驾车则是指车辆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。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,并处1000元以上、2000元以下的罚款,一次性扣12分。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交警约束至酒醒并吊销驾照, 以法追究刑事责任,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。